国民党籍线议员黄铭贤 上古在立委廖宛如等多名党籍议员代表的陪同下 登记参选屏东第一选区立委 强调近年在走访选区的过程中 得到许多乡亲反馈 共同讨论中央执政不利的问题 因此希望将民众新生化为政见 翻转艰困选区 这么多的日子 幸好有这样的一群团队一群伙伴 陪着我在平北地区东征西跑 真的是不简单 那也很谢谢他们提供我很多在地的观点 意见 想法 新生 我跟着他们一起跟乡亲 一起讨论我们地方的各种问题 希望之后可以进入立法院 来真的来解决我们民众的这些所苦 那我们的地方的计程民意代表 是我们共产党的根 谢谢他们一路的支持 我会与他们一起继续的在屏东 将这些乡亲的新生化为我的政见 进入立法院全心全意的来兑现他们 黄明显强调平北地区发展不顺利 并提出相关政策 包含有老人福利 学童营养午餐食安等议题 另外也以翻转屏东经济为首要目标 希望能有机会进入立法院为乡亲打拼 而陪同登记的许多议员及市民代表 也大赞黄明显是有为青年 一步一脚印希望获得选民支持 最主要选嫌疑人 我们一定要选一个最有能力 青年有为的年轻人出来 我们一定要给年轻人机会 他真的一步一脚印接地气 在我们的屏东市屏北各地区 都是大街角小巷倾听民生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年轻人有一个机会 我们从老人的福利 譬如说我们的65岁正宝贝免奖 还有我们的老人津贴提高到1万元 以及我们营养午餐要为孩子们守护食安 以及我们希望可以建立平北二块 最快最快的骑程来翻转平等的经济 还有希望可以引进半老体高科技的产业 让我们在地的年轻人可以扮相 有充足的就业机会 有好的就业环境以及好一点的薪水 洪明显系数人口老化少子化及人口外流等状况 其实都必须要靠中央资源的硬注 来解决现阶段的问题 而乡亲的期待他不会辜负 也会越走越有信心 期盼有机会翻转这一席 明显明显明显 都算都算都算 记者不予听张志豪采访报导